发生在俄罗斯莫斯科线列眉睫沃机场的空难,目前已经确认导致了41人遇难。 这这对于全人类和航空业界来说,无疑是黑暗的一天。 关于本次出事的飞机型号,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。 NN 据了解 当地时间,2019年5月5日, 从莫斯科飞往摩尔曼斯克航线的维苏霍伊超级喷系负义百型客机 SUKHOISUPERJET100 NN 该客机在卸列眉睫沃机场起火,是在降落时第二次坠地后发生的。 当时由于天气状况复杂,两次尝试后,飞机才成功硬注录。 落地时,飞机击落架折断。 发动机起火。 乘客通过冲气滑梯,自行逃离飞机。 大火将一半机身烧毁。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,莫斯科地区间交通侦察局局长高阶助理叶莲娜·马尔科夫斯卡亚称。 俄航苏霍伊超级负一百型客机,SSJ100,在卸列眉睫沃机场的事故,造成41人死亡。 那么,出世的苏霍伊超级喷气机,负一百到底是一款怎样的飞机呢? 据介绍,SSJ100支线客机,由俄罗斯苏霍伊公司的子公司,苏霍伊,民用飞机公司研制生产。 分为基本型和冷端型,有60座,75座,和95座布局。 其中,95座基本型的设计器飞重量为45吨,航程4590公里。 最大巡航高度10200米,最大巡航速度0.78马赫。 飞机装备由法国斯奈克马公司和俄罗斯土清研究局联合研制的SAM146发动机。 该发动机的推力在试验中,达到了18600磅,一磅约合0.4536千克,超过了设计值17400磅。 飞机机在电子装置,主要由意大利和法国著名航空电子装置生产商提供。 徒为亲属们在交集等待,NN,据苏霍伊民用飞机公司宣布,SSJ100客机95座基本型的售价,约为2800万美元,比一些国外同类机型的价格低15%左右。 该机型多数订单都来自俄罗斯的航空公司。 本次事故,并不是该机型的第一次空难。 早在2012年5月,印度尼西亚军方官员称,俄罗斯一架带有40多人,在9日失踪的客机残骸,已在印尼被找到。 也是苏霍伊超级喷气机,负一白机型。 NN